修六度菠萝蜜到达彼岸 接下来,师父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六菠萝蜜 如果你想做如来菩萨,你想虐,你必须行六菠萝蜜 你才能成佛道,才能成如来 如果我们都是菩萨,我们想修成佛,我们必须要做到六菠萝蜜 那么,六菠萝蜜是什么呢? 六菠萝蜜就是修成佛的六种行持,也就是六种行为准则 第一,不失菠萝蜜 第二,持戒菠萝蜜 第三,忍辱菠萝蜜 第四,精进菠萝蜜 第五,禅定菠萝蜜,就是定得下来 坐有坐相,站有站相 一个人坐不住,站不住 站起来摇头晃脑,摇头摆尾 这种人能修成佛吗?他有禅定吗? 第六,般若菠萝蜜 般若什么?就是智慧 六菠萝蜜就是说,如果一个人想从菩萨进入佛的境界 你必须要更多的不失,然后要持戒 要忍辱,要精进,要禅定,要有般若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